哈囉大家好我是徐玉 那我們今天來分析一下這個台稿版 已經就是對播了 我今天現在才有時間 我剛剛放著我現在才有時間錄 已經開了這個八週年正式活動的兩隻 一個是APOLO跟安德瓦 那當初在日版也是一樣 是S6必中 那可是呢 因為它是S110顆石頭 S230顆 那S350顆但是必中 然後S4是一次免費 然後S5還會送票券 但我記得票券好像是 適應進化兔兔兔的兌換手 所以也就是送兔子 然後S6必中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一樣是 40顆 90顆 然後190顆 直接保一隻阿波羅 或是保一隻安德瓦 好那我們就所以我們啊 因為我看機率還是以0.5為主 所以我們就是單 直接單純一點就是當作是 190顆石頭 好直接把它換出來 我們來討論一下阿波羅跟安德瓦 到底值不值得抽這樣子 反正我們都臉黑嘛 就是當保底格這樣子來看 好第一隻的話是 阿波羅學術人類技巧 性三位的話是 27828 10757154 這場機子紅屬性攻擊力提升20% CD4 隨機轉換8個炸彈C珠超大 紅爆彈增幅 紅兩回合紅屬性攻擊力提升1000 紅屬性紅色珠強化400% 20%機率落紅爆彈大 CD機的話是 Scare單體兩次殘害一次是180% 兩次360% 變動1的話是破槍跟破爐蟲 被動2的話是 這一角色發動主動技能是 自身以攻擊力800%參加一般攻擊 變動3的話是 一回合破壞50個以上爆彈超量回復2萬 50個爆彈紅屬性攻擊力提升3萬最多到15萬 變動4的話是 紅屬性點按次數加1 血數跟人類點按次數加1 變動5的話是HP50%以上 紅屬性攻擊防禦力跟回復力提升2萬 變動6的話是 自己在前頭後是第三位 下回合開始時特殊入外轉紅射出 呃... 那我得說啦 其實以這個技能組 我覺得放到台版 呃...衝突就還蠻明確會 一定是會衝突到我們 只要吃火爆彈增魂那 也就是... 我們的... 海戰財神 那... 當然以沒有海戰財神來說 你是可以抽 因為 海戰財神現在最強大的泛用度 還是是在了他那個 8千萬的紙上方 那個實在是太鬼了 然後再配上 呃... 現在再配上愛麗絲 其實單號就是可以破壹 然後可能2億3億的傷害 所以其實 海戰財神目前來說 最猛的定位還是在他的術方能力 以及他的... 算是全能性的效益 所以變成說 呃...你有海戰財神 那就完全不用考量 因為... 就... 對... 就是直接被壓到 雖然他... 呃... 雖然阿波羅有 蠔蟲珠的處理模式 但我覺得 呃... 現在蠔蟲珠... 在台版我並不覺得 真的叫... 真的很多 我覺得他的關卡量比較... 真的很多 不像日版就是... 九成的關卡都帶出蠔蟲珠 然後... 然後就是明定得跟他媽媽好 所以我會覺得說 阿波羅這技能組的定位 呃... 雖然CD很短 然後增幅... 呃... 永久增 然後兩回合給很多 然後還有紅色組長外 但是我覺得 最大部分的時刻 你還是會以路纜蟲珠 你還是會以這些紫傷炮 為優先的去使用 即使他有現階段 呃... 最強大的增幅 有現階段 最... 應該是單一... 追打最高的倍率 然後即使也有很多 增的能力 一百九十顆來說啦 確實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如果石頭量真的很緊 缺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啦 不如直接蹲蹲看看 宇宙到底有沒有那個強度 但是我對於綠屬性 其實我覺得現在綠屬性的生態 呃... 大概還是那幾個 除非... 除非... 宇宙真的有感很猛的地方 不然的話我覺得其實老實說 我宇宙在台版... 呃... 起飛的可能性也沒有到很高 好... 所以其實以一百九十顆來說 我是覺得是... 是可以值得投入 但是我覺得... 呃... 上場率... 不一定會到很高 因為他... 本身我覺得... 呃... 一千... 一千... 兩回合對啦 很多 但是我覺得 在這種爆發極限的傷害來說 你打牌好 我通常都覺得 下一個第一... 下回合的第一個行動 可能就直接把你兩回合的... 增幅都全部剪掉 而且... 這種跨回合的增幅 真的特別的卡 不知道為什麼 尤其是這種跨回合有限定 一次數量的 都會很卡 所以呢 也有可能下回合卡到 就是你直接閃掉 然後你就再開不起來 就是得要... 呃... 重新下載之類的 也有可能 但是... 當然你會說他有沒有機會 就一點點 就一點點 因為現在在征服氾濫的情況下 以及在擴板氾濫的情況下 即使他沒有擴板 你要比拼傷害 你還是有別人可以用擴板來配 不一定要用... 海災財神 但是海災財神 還有這個200%的威力提升 我實在是不覺得 阿波羅有比的鷹海災財神的 太多可能性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這樣講 所以190抽 除非你覺得他卡麵你很喜歡 你就很... 而且你有CP還挺不錯 你想拼 可以拼 但是再更多 我覺得... 其實就沒有到一定 沒有到一定 好...第二次的話 是我們的安德瓦 安德瓦的話是... 一樣也是都是有這個 所謂便衣作物票券嘛 那... 他的技能組呢 學術機械體力型 三圍的話是 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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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3...2...7...8... 黃屬性 HP提升20% 然後隨機轉換8格炸彈 是一個超大的 黃4回合黃屬性提升 防御力8888-5攻擊 88倍的反擊 CGT 4回合的效能 然後... 對啦... 各界人開始減7 擁有... 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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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傷害有破爐蟲 然後又... 呃... 然後... 回血-CD 若歐... 堆防、破壞傷害、破壞蠕蟲、破壞障礙岩 堆萬 所以最多可以堆到20萬 然後回合該死攻擊力可以提升8000 最多提升到80萬 然後連鎖 然後還有點安置物 但是他就是一個坦克 那坦克在現在 而且他還有主動開技 大部分的人 其實看到要主動開技 我想應該會選游利西斯 而且現在游利西斯也可以吃到愛麗絲的行物 所以變成說 愛麗絲這個一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都把阿波羅 跟把安德瓦全部蓋掉 所以 我會覺得說 這190抽 190克斯科 主要還是以看卡面為主 就是你真的很喜歡這卡面 你喜歡這8週年來的系列 你可以抽 但我覺得你說 除非你真的特別特別愛 不然的話 以他用技能組來 我覺得上場的定位率 還是沒有到很高 那我覺得還不如就蹲蹲看 我覺得不如就蹲蹲看 等C70的角色 宇宙阿 或是夏特蘭突然 再說 因為你說你這詞 真的要抽 這個所謂 即Fever 即Fever 生日紀念詞 那我跟你說 我甚至覺得這詞 就自傷解真實 對 就不會有人願意花我 100抽去抽 都是復刻的角色 沒什麼 沒有太大的必要 這次我就可以跟你說 這次真的沒有什麼太大必要 所以我會覺得說 額 蹲吧 蹲吧 你想拚還不如拿個20抽 去抽愛麗絲 至少還比較有用一點 我得說啦 如果以強度處而言 塞A跟塞B 你還不如抽愛麗絲 真的好不好 那這邊有沒有什麼 沒關係就是送石頭 送能量你 然後之後就是還有癲狂 其實基本上 虛擬解析戰也出來 那這次的卡羅愛麗絲 難度我覺得不算到太高 所以大家可以來打一下 反正我記得 他好像是 Queen吧 我看 喔好吧我看完 他是人類怡文 我本來還以為 他有女王 我們可以用愛麗絲強拆了解析 好那看來有什麼辦法 但是呢 愛麗絲本身還是不算一個很難的版本 所以大部分來說 應該可以 應該大部分的玩家 可以輕鬆通了 那試煉之塔 就是 就是打獎勵的 然後就主要也是 大家盡量有狂就盡量爬吧 那其他活動其實就是以8週年的東西 那 該換的石頭關 然後該打的素材 該濃的活動 反正就濃一濃 就等 我猜應該會是下週二 或下週五 應該會有C7詞的效能 跟他的技能組 就再看看 我們再考慮要不要抽 那如果 宇宙的性能 大家覺得普通 那就是直接蹲 我們的 我想 天窮2應該 後面還有後半詞的角色 因為這邊天窮1 已經出了一個 無財神 所以天窮2也還有 然後以及這個 泳裝的夏特蘭也可以才等 最主要後面 還有 光是未來是 就已經現在確定有三尺 而且可能技能都不會很差 尤其是夏特蘭 尤其是 我覺得天窮 也有可能就是 最近的風神 所以就大家可以等等看 就不一定 這時要擠的時候 那艾麗絲的話 我就建議等到20週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 到這邊告一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按鈕 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